日前普里田园一郎举办 不只是银白色绘画展览 这些长辈都是素人艺术家 透过展览将他们的生命经验及故事 用彩笔呈现出来 长辈们毫无受限 恣意挥洒出属于自己的艺术天空 让喜欢作画的长辈们 其实他们在这个年纪就是说 我什么都不会 可能就是会推述说我什么都不会 可是藉由慢慢的引导之下 然后让这些阿公阿嬷们 然后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可是他们内心的一些想法 然后一些童年的记忆 都会在这个画中里面展现出来 然后在每次的绘画中 然后找到他们的乐趣 议员许阿甘肯定每一位奖辈的画作 并邀请民众一同来前往观赏 给他们更多的鼓励 而展期时间为8月6日至8月18日止 我们对这些中价实在是感觉很倾佩 来给他们做一个困难 我们8月初来开始一直到8月18日 我们田园一人都有电出人的作品 有10个都有10个的这个 我们的中价 我们的中央在那里面展出人 他们真的得意的这些作品 这些创作 我们大家来去欣赏 来去鼓励 来去观赏 我相信这是一个 真的好的 我们自己可以做出来 自己欢喜的事情 这人生过来 特别有意义还有尊严 透过此次展览 看到这群阿公阿嬷 是才华洋溢 更能体会到 活到老 学到老的意涵 那因为看了 画家的上面所标的年龄 大部分都是从70岁到90岁的 长者画的 那里面的画风非常的可爱 里面把很有那种 繁老 繁童的气息 而且颜色呈现的 非常的直接 强烈 然后把画家本身想要成 让别人知道的 他心里的感受 他眼中的世界 就很赤裸裸的 很坦白的呈现出来 福禄受关怀协会的长辈们 两年前就已经参加过 人生彩绘 彩色人生的连展 之后他们各自又继续创作 并尝试不同的题材 也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副议长潘玉泉也预祝 他们画展圆满成功 民意新闻马严达 普理采访报导